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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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每支一股的環節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冷戀中 都有這個環節 不同分析員都向大家推介他們的心水股份 而逢星期四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 華妃 華妃 你好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相比在恒指方面股份的表現 图表上明顯看到 恒指方面 升接近5% 至於股份方面 跑人大市 升幅接近8% 根據上個禮拜 和推介的建議 當時的現價 買入1.94% 看到今天來講 雖然去到目標減 但暫時的賺幅 都有8% 先問回來了 過往這星期升幅很不錯 接下來應該怎樣做部署 以慶寧汽車來說 是的 的確過這個星期做得不錯 但似乎未到自己的目標價2.5% 我會覺得依然要先拿著 因為上星期推的時候 其實講的部署比較中善 一來沒錯 剛剛過去的中期業績算是幾理想之餘 更加最主要看的就是 接下來的增長 它做的就是國內方面 雙用車為主 輕型的雙用車 中型、重型 大家香港所說的貨車 變相接下來都吃得很小 就是國內方面的成員化發展 自然需求來講 有機會上升 甚至這份慶寧來計 在整個汽車股裏 股值上看相對是比較便宜 PV更加有一個大的制約 只有這些因素 我覺得都頗值得 叫中線去部署 雖然這個禮拜叫做得比較好 特別今天來計都做一步突破 但我會建議是賺近8% 但始終我覺得都可以看多一點 看看兩個半路 依然有潛在兩成多的一個升幅 我覺得只要後面來計 都依然不穿過百 這個大的支持位 其實問題不是太大 好 見到慶寧汽車 現隔來講 先做2.08元 今天升幅都不錯 升幅接近3% 接著上個星期的股份 今個星期有帶來什麼股份 今個星期推的 其實之前都推介過一次 也是自己看得比較 挺喜愛的股份 就是平常1900的中國智能交通 就是1900 記得你今年是4月11日 已經推介過 當時的碼合價是1.49 亦達到了目標 整個部署來講 都經已賺了超過1.6 上次推介都不錯 到今次再推 不知道有什麼理好因素 跟大家逐一去到跟進 不過先跟大家再跟進一下 再簡介多一次 這個集團的業務 主要提供在國內提供一些交通產業相關的服務 包括收費等等監察當中的服務 其實那個範圍來講 是不是有多大呢 以自然交通來計 的確今次第二次推翻 雖然上次表現比較理想 但是今次再推 都重新 叫做講解它是公司來做什麼 或者清晰大家市場對它的看法 如果以版面上看的 可能文字上去解釋 一些叫什麼 提供國內交通產業的一個技術解決方案 其實大家能聞到什麼叫解決方案 或者這些是什麼 其實解釋之前 都可以講解有三大領域 即是三大業務 暫時在做 暫時主要來說 集團交通做的是高速公路 鐵路 和城市交通方面的領域 最主要提供三大服務 就是整體方案的解決 整體解決方案 專業解決方案 和真值的服務 先講回整體解決方案 大家要先講到 一般大家是所謂以有的 一些監察的系統 例如一些收發系統 通訊系統 或者所謂的監控系統 這些可能在一些 某些鐵路 某些高速公路上去做監控 而專業的解決方案 就是一些真是 度身訂造的一些系統 可能為不同的項目 不同的行業 去訂造一個真正的 即是他們自己專有的一個系統 可能都是用在一些高速公路上 主要是在鐵路方面的行業 而最後真正復活來說 就是一些叫做之前 例如做了兩年 安裝了一個相關的智能交通系統之後 始終這些都是電子系統 始終過了這一兩年的時間 隨著時間而過去 很多的系統都叫做舊了 或者那個型號叫做落後了 到這一刻社會來說已經不受用了 變相來說都需要做一些升級 更新等等的一個做法 自然形成了真正服務這一部分 其實簡單來說 我覺得以回智能交通 如何去理解相關做些什麼 其實可以說是三方面 就是工程、產品和服務都有做 即是上下游都有做 由上游的研發、生產 以至到下游銷售和服務 它全部都包了 其實如果對於市面上看 其實它是比較獨特的 如果大家平時拿回跟智能交通比較的股份來計 例如5、6、9是中國自動化 但其實這隻來計 可能只是做其中的兩方面 就是工程和產品 其實是沒有相關的銷售和服務提供法 但反而智能交通是做了所有業務 變相一攬紙包了 其實可以說概念上看 雖然業務上很多隻都有差不多類似的業務 但如果以概念上看 其實中國智能交通相對比較獨特 選擇完業務之後 都和大家去跟進一下中期業績方面的數字 看到無論是收益、武利及順利方面 都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但在圖表上都看到 看到武利率反而要跌2.4個百分點 看到順利率方面都相對比較少 0.7個百分點 如何理解這份業績 以這個業績來說 其實我覺得算是頗理想的 因為始終無錯 好像阿曼所說 無利率是跌了下來 但叫做有得解 其實稍後時間都會詳細地解釋 輕輕和大家講一講 始終因為過去一年 這個半年 其實有些業務上的策略轉變了 形成了一些 是因為想補回收益上來 變相來講 始終轉變了之後 令到這些新的業務來看 就是那個無利率相對比原本做的業務低 所以自然又拉下了無利率 但正正因為有些 叫做這樣的一個轉變 都不止於令收益都下跌 有近3.4反而有增長 更加下去 除了一些聯絡公司 合營公司的盈利貢獻之後 令到經營壓力 甚至順利 都有大增的情況 以順利來計 雖然順利率好像輕輕 只是升了0.7個百分點 但以順利的百分比變化來看 其實按年升了六成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中期業者算是做得不錯 好 再看看其他旗下不同的業務 一些收入的分佈 在西方去看 按不同行業分佈 下一個圖表都會見到 在高速公路方面 依然佔比最大的部分 超過五成 但接近六成 至於百分比來說 增長超過五成 但反而見到最多 增長最大 就是城市交通方面的業務 升1.5倍那麼多 其實有什麼推動呢 以收益來說 行業的分佈 其實變化都很明顯 先說到高速公路 其實就是所謂的一些 特別是有西部開發的概念 其實公司都有做 所以隨著過去這半年來計 西部開發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多項目做下去 興建相關高速公路 或者安裝某些自然監測系統 令到收益都大增成五成四 二來鐵路業務 為什麼跌成兩成呢 其實都很關閉 就是它本身的業務佔比 其實都很大部分 鐵路方面 則重於高鐵方面發展 反而舊的鐵路業務是比較少的 但如果大家都知道去年下半年開始 其實光臨高鐵的推動 是停了的 很多項目都停了 令到這方面的收益 其實是突然間縮了下來 令到跌了都很明顯 所以造就了 造成了這個 比較差少的一個表現 而最後 城市交通來說 為什麼升上1.5倍這麼多 其實都很關閉 就是光臨不同城市的情況 因為很多的城市 譬如北京 上海武漢等來計 都非常失車 變相監控是比較低 但隨著現在 想去調控相關的失車情況 去安裝監測系統之後 其實這方面 其實我相信 都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如果以這一計 這麼明顯的增長 記得在過程這段時間裡 公司都和不同的省市 做了很多合作 暫時有四個省市正在合作 形成的增長 都來得比較明顯 至於另外 業務方面的模式上看 變化其實都很大 你記得綠色部分 增值服務方面 升了一倍 而業務方面的藍色部分 也升了九成六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因為剛才說到 很多過去幾年 裝了項目的公司 或者項目來看 隨著時間而過去 很多舊有的監測系統 監測項目 都變成老化 或者退化了 造就了很多的升級 或者更新的機會 算是過去這半年 令到很多的 真正服務方面的收穫 大增了上來 而另一邊商 專業方面的方案來看 沒有什麼變化 其實基因是不同行業 不同業務的差距 有些升有些跌 令到拉上補貨後 整體只是持平 所以我覺得 過去這半年來看 不同的業務上看 都有不同的變化出現 好 跟大家跟進完 業績方面的數據 或者失業方面的數字 之後 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次推介 再次推介股份的利好因素 先跟進第一個 就是下半年的業績 有憧憬的空間 其實在圖片上 看見過往是 過去的兩年多 這些數字 其實留意到 在收益和順利方面 下半年 往往都比上半年好 無言之 你是否期待 在13年下半年 都比今年好 絕對是 這確是看得 深色很清 可以這樣說 如果以圖片來講 那個收益的變化 的確是按半年計 來得比較明顯 如果以11年 和12年的下半年看 對比他們的上半年 11年方面 其實都升了三成多 如果以12年更加大 是升了九成半 這件事來計 我覺得有機會 令到今年的上半年 即今年的下半年 那個的升幅都比較明顯 打個比例計 當然這刻 不知道今年下半年 究竟收益多少 但跟去年一樣 如果以去年下半年 的收益上看 即是14億左右 只14億和今年上半年 9億多的變化去比較 都有四成的一個增長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粗略計算 其實今年下半年 那個收益 我預期增長點 其實來得也是 比較明顯 和大的機會 以來 無理到方面的變化 如果以去年來比較 上半年28.2% 去年下半年22% 為何有這麼明顯的下跌 其實剛才說到的就是 幾應對他們的行業的變化 因為去年來說 特別是下半年 很多的高鐵項目 是叫停了 令到他們 原本這些毛利率 比較高的項目 都沒得做之下 都去隨便選 一些舊有的鐵路項目 去做 形成那個毛利率 是會跌下來的 但你會見到這個跌的情況 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開始已經叫喘停 之餘 更加慢慢提高 今年的上半年 去到25.8% 當然還未去到 可能做了兩年那些高的位置 但對比舊的下半年22% 來計算 已經明顯回升 之餘更加開始 其實毛利率的跌勢 是叫喘停了 亦都變相 如果這樣看 下半年只要高鐵 都來後是重新開 或者叫做加快發展的時候 我相信毛利率的推升 其實來得更加明顯 所以只從這個圖表上看 我會覺得整個下半年的表現 都會有個不錯的衝勁 是的 不單止 就是在數據上的推測 回到實質的數據去到支持 好像在訂單方面的數據 我們看到訂單都很充裕 其實下半年的情況 有多樂觀 其實以訂單情況來看 其實真的非常舊 我覺得下半年應該支持得到 不錯的表現 因為很多時候這樣說 相關雙員之人交通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暫時做 都有一些叫鐵路、公路、道路 即是陸上方面的項目為主 而很多這些項目 如果是不同省市也好 很多時候招標 或者很多時候起 或者很多時候要加這個系統 大部分都是年初 或者每年的年初 即是年初 即是年初半年的時間 可以招標 形成交通很多時候 是頭半年中了標 但是數字上看 或者帳目上看 要入帳 或者去到有收益的時候 可能往往下半年才會發現出來 所以只是這一點 都令到下半年的數字 其實是值得衝勁的 而以這個圖背來說 那個訂單方面來看 只是以今年初半年的 相關已簽的新訂單 和落實的訂單來看 沒錯 同比增幅來說 今年只剩下12.4% 好像比去年16%為多 是有個霍宏的情況 但是反而 如果以未完成合約的壓度來看 其實又不是這樣一回事 因為今年頭半年計 未完成合約有約27億 這個壓度創造了智能交通歷史的新高 甚至乎 這個大壓度的未完成合約 又變相下半年的看法 我覺得是比較樂觀 因為大部分未完成的數字 有機會下半年才發現出來 而且增長來說 上半年未完成合約的同比增長有兩成三 對比去年一成八都不到的時候 又再增長了一步提升 所以從這些訂單的變化 或者訂單的數目上看 我相信下半年自然交通的業績 應該更加進一步 較上半年為之樂觀 除了重點訂單方面的數據 通經下半年的業績之外 公司有不同的營運策略 都能夠幫到他們的盈利能力 因素二就是和銀行巨頭合作 在講這個合作之前 先了解智能交通的營運模式是怎樣 才能夠了解到他們今次和其他企業的合作 先問你其實智能交通的營運模式是怎樣 以中央智能交通來計 剛才說到的 業務上看 可能是為了不同的鐵路、公路、城市 安置一些監察系統 但安置這個系統 背後一定有涉及研發、製造和銷售 而這個系統做得出來 最主要靠兩大部份 一定是硬件和軟件都要做 硬件的可能是監察鏡頭 監察的終端機、數據庫等等 這些是所謂的硬件 而軟件的可能是一些程式的開發 即是你怎樣輸入程式去監察到某些數據 或者收到某些數據回來 這些就是分了兩大部份 而其實私人交通雖然整個東西 就是做一個推銷小售 但其實他們本身自己設計生產研發的時候 其實只是一些軟件的開發 程式方面的研發是自己去製造出來或研究 反而硬件 剛才提到的中端機 或者一些監察鏡頭等等 很多時候都是向外的工業商買回來 如果買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例如大家經常說華為 還有國內一間比較大的巨企大華 去到購買飯 不涉及自己生產 以回Map問到 整體系統的設計來說 大致上是可以分成這樣的一個比例 不知道你說到 其中都會和大華去到 就是有一個合作 其實中國智能交通 在7月24日的時候 都公佈了和大華股份 訂立了一個框架協議 其實這個協議裡面是說什麼呢 當然這個框架協議 首先其實不是一個法律的要約 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但始終有這些協議的產生之後 其實我相信 智能交通也有個不錯的幫助 當然先說回這個協議囊是什麼 剛才Map說了 7月底左右 和國內這間大華股份 在深圳上市的股份 簽了一個協議 最主要來說 就是就回一些 視頻方面的一個解決方案 做合作 簡單來說就是智能交通 去到負責相關的銷售 營銷相關的智能監測的一些產品 但是某程度上 剛才說到的這些監測系統 譬如鏡頭 監測的一個產品來看 那個硬件的供應 就由大華去供應 這個叫合作 究竟背後可以產生什麼的好處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解 我覺得可以整理來說 歸類為一個叫做互為互利的一個情況 因為如果以大華來計 雖然大家聽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在國內其實是一間非常大 或者非常歷史悠久的 一些相關的解決方案的公司 以這刻在國內上市的市場 大概是五百億人民幣 之後回來來說 其實是六百多億港幣 但如果以智能交通 其實只有三十零億 即是可以說 一元比和牛比 但是反而今次 因為這個合作之後 其實我可以對智能交通 有一個好處回來 就是始終來說 可以說借到巨頭去合作之後 其實一來名字的效應大約出來之餘 更加容易來 我相信可能接下來 都會給到客戶一些信心 因為如果證人交通 出去和其他客戶簽單 或者簽合約的時候 可能中間被人知道的 你的一些硬件 或者一些監察系統 或者鏡頭來計 是來自大華公司的 我相信那個信心 或者所謂品質保證上看 應該都有在 這些可能要幫到證人交通不少 而且剛才提到一點就是大華來計 雖然他們是比較接種於鏡頭方面的實質硬件供應 但其實他們熱務上看 都跟智能交通是蠻相似的 有為客戶做些解決方案 如果以回傳統理解 就變成一個競爭性 但為何我覺得合作來看 可以有一個維護你的情況 因為其實管理師也有說到 隨著今次的合作之後 假設某些項目招標 而兩者一起去投標也好 當然如果以回智能交通中標 就變相簡單地 根據合作協議 為對方提供系統 但鏡頭就來自大華 反過來 假設今次招標也好 而智能交通輸了 變相是大華贏了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大華本身 如果以義務上看 比較大部份 則是硬件的開發或生產 變相軟件的程式方面的應用 其實相對比較弱一點 所以可能當不少追蹤 最終都要藉助智能交通軟件方面的供應 所以怎樣都好 我覺得無論哪一邊 最終可能哪個總比也好 或者怎樣都好 其實對智能交通 隨著合作之後 可以說利是多於一個弊 所以我相信隨著有機會 跟這些具體合作之後 其實我自己對智能交通往後的看法 相對比較樂觀 跟進來第三個好因素 說的是業務 業務增長 有一個良點 為何你會覺得有高速增長 先說到有三大業務 包括高速公路 鐵路 以及城市交通 其實這三大業務 為何你會覺得有高速增長 以來有兩點之前 為何會有高速增長 為何會有高速增長 始終關於國內當前交通問題 因為以國內來計算 大家都知道 走一走到很多塞車 或者堵塞等等的民生問題 隨著所謂的智能交通開發 或者智慧交通開發之後 其實可以解決到這方面的情況 因為譬如 簡單來說 可能在某些公路 或者某些道路上 按照一些監察系統去限制 譬如車速、車流等等 車流量等等之後 最終慢慢有機會舒緩 塞車的壓力 而這方面 對政府方面看 無論省政府 或中央政府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 就是收入方面 因為以這些智能交通系統 和一些傳統的基建系統 來比較的時候 那個壓度的投放 是比較少的 可能極其量 一開始那一刻 是投得比較多錢 但自從安了之後 往後的可能是一些 更新或者升級的需求 但變相那些的錢 其實使你比較少 所以變相投放 但整體來說 可能傳統的基建 是比較少的 但最終又可以帶到 直接的收益 因為隨著這些系統 自己去到營運 或者自己的運作的時候 其實變相可以 叫做一個自動去到 收罰款的情況 即是不需要更加多的人力 去做這件事 因為全部會靠電腦系統去做 所以變相那個 藍收入也直接之外 更加可以幫助政府方面的收益 而第三點來說 就是在營運方面上看 其實都可以解決到 某些省政府 地方政府的財困因素 因為如果以自營交通 或者這些系統來看 在國內推行的時候 大致上三個的營運模式 第一點就是BT 即是建設和移交 第二就是BOT 建設、經營和移交 第三就是BLT 建設、租營和移交 即是變相 可以透過這三個模式 去給政府用 變相最終可以解決到 即是如果 比起以往 直接去買 或者自己去做一些系統的時候 那個的經營開支是比較少 甚至最終來算 都可以隨著這些收入 或者這些系統營運上之後 都可以幫助到 解決政府的財困因素 所以整體來算 預期這些發展 其實對國內方面 在增速上看 會來得到比較明顯 好 現有營運 有三大營運 逐一跟大家講解一下 先講解一下 墨收益佔比最大 墨收益最多的 就是高速公爐這個營運 如何看見呢 這個營運會如何做 以及改變了營運的佔比 應該怎樣去理解 以往來算 其實大部份 就是新的高速公爐營運 佔比來說 大約可能是七三 即七成方面 就是來自新的 即是西部的開發 而三成就是舊的公路優化 但如果你以這一刻 途比上看 接下來是變成五十五十 或者這一刻其實 都開始變成五十五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當然都很關閉 就是關於進程市 首先都講解一下 其實有什麼利好的因素 剛剛六月底的時候 其實法國偉就正式發佈了一個 叫做國家公路 即國家公路網規劃 就是一三年至三零年 這十七年的規劃 預期到接下來這十七年 都會投資大概四點七萬億人民幣 可以優化國家公路 甚至如果打我給你計 在新疆境內來說 接下來都會新增大概九條的 普通的一個國度 甚至五條的一個國家高速公路 最終上去到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在普通的公路來說 規模去到大概二十六點五萬公里 那麼高速公路 更加去到十一點八萬公里 那麼這些壓度是天文數字 變相這些發展 對於自然交通 接下來一定會有一個受惠性 但是剛才說到一點 就是為什麼會有一個占比上的改變 因為如果以國外來計 沒錯 則更大部分都是西部的開發 那麼可能好的 很方便看的 就是如果隨著西部 不斷開發 不斷做這些系統的時候 的確對它的收入來說 有一個很強的增長 甚至於新的業務 毛利率自然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始終大家都知道 這些開發 當然經濟好就是這樣看的 但是假設官經濟不好 或者放貨的時候 可能突然會是劏慢進度 或者縮減或者暫停 變相如果太依賴西部開發來說 都會有些影響在 或者有些問題在 所以其實公司 都見到這個情況之後 今年回來 都慢慢將它的佔比 變回五十五十 就是五十方面 都依然是新方面的西部開發 而另外五十就是 舊有公路的優化 始終剛才說到 舊有的公路 雖然是有了在 但是始終這些公路 都需要去加一些系統 去監察 或者去監管 其實這方面 都會有個不錯的收入 帶到回來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慢慢除了這些佔比 變法之後 其實可以這樣說 高速公路方面 以後來營收方面 我覺得更加有一個平衡 或者平均 甚至平穩性 會比較明顯 好 接著說到鐵路方面 鐵路方面 大家都說的是高鐵方面 內地方面 過往的時間 經常都會推動 高鐵方面的發展項目 但其實過往最近 近年來說 高鐵最多的新聞 都是意外的新聞 看到你留意到 鐵路方面的業務 智能交通他們的佔比 都有所改變 我知道之前 都是在高鐵方面 但看到現在縮減了 其實帶出來的意思是有什麼 其實如果帶出來的意思 就很關閥 就是高鐵方面的項目的進程 因為的確很適合 譬如過年這幾年 幾年前大家都不斷說高鐵 好像很有發展 很有軟結 但隨著過年這幾年 某些是通過車 但久不久來說 聽到鐵路的事故 或者見到國內方面 經濟增速開始放緩之下 很多的投放是停了 最終來計 在去年開始 特別是下半年那一刻 很多高鐵項目是暫停或暫緩的 變相如果太依賴高鐵方面收入來說 的確對智能交通會很大的打擊 所以變相 隨著這方面的轉變之後 其實公司都真的 即時做了一些應對的策略 而這一點我覺得對未來的增長 其實是來得比較好 就是將佔比調整到七三之比 三成都依然保持在新的高鐵項目發展 而七成的就是舊有的鐵路 為何大家問到 為何反而將比重拉大到舊有鐵路是多些 那是否沒什麼肉食或者沒什麼錢賺 其實就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以過例來說 舊有的鐵路 即是傳統的火車的鐵路網 過例大家都知道 俗稱叫做火車網 其實這個火車網 的確歷史是很有久的 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更加來說 但總長度其實很誇張 有超過九十五萬公里的一個長度 而這麼多長度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這麼大一定是難監管 甚至很多都是以舊的鐵路為主 所以剛才說到一點就是 隨著國家要去到發展 或者要去到 推去一個現代發展的時候 很多的舊有鐵路上面 都理應會加上一些新的監測系統 變相二人家通 雖然是側重舊有鐵路 但起碼可以賺到這方面 即是項目方面的開發的錢 所以我覺得反而對這個調整 其實看得比較明顯 或者比較樂觀 而來的剛才提到一點就是 沒錯高鐵這一刻或者去年來說是停了 但是隨著大家不斷說 就是這一刻慢慢的國內經濟是叫做回上來 或者很多的之前停了的投放 這一刻是下去的時候 我預期下半年或者往後時間 其實高鐵方面有機會重新叫做開動 所以假設開動的時候 我很相信對著人交通 在鐵路方面的業務上的增長 其實也會有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一點 調整戰備 但不是將高鐵完全不做 但依然有三成在這裡的時候 只要高鐵一開的時候 我相信對它的大動線 會來得比較明顯 所以只是在舊的業務上看 我都覺得看得比較樂觀 好 接著講完 就是城市交通業務方面 我知道大家知道 內地方面人多 車都多 所以失車的情況 都是非常之嚴重 除了城市化來說 其實都是必須去到 完善整個城市鐵路的交通系統 換言之就是這個都由業務來說 絕對能夠受惠到 當然也是 因為首先講解一下 為什麼有這個業務會出現了 因為始終來說 都與其來以國內的發展上看 特別是城市軌道交通的總理數 有到6000公里 到2020年之後 變相只有7年 就去到6000公里 這麼誇張 這個情況會形成了什麼問題 因為國內剛才提到 很多的城市 例如大型的城市 可能是北京 上海、武漢 全部失車的問題 非常之嚴重 而且接下來繼續發展 繼續加大 變相問題的嚴重性更加之大 所以造就了這個城市交通的業務出現 就是在某些城市或省市裡 安安一些監察系統 例如電子警察 或者交通執法系統 限制車流、車速等等的因素 變相減少或者匯和失車的情況 但我比預計 例如2008年 北京奧運的時候 北京當時做了一個行號的情況 這個其實是一個小的 可以看成一個試驗 就是假設你是那個 號碼限制了的時候 變相當天就不能開車出街 但變相出街的時候 可能都會相關有罰款 變相透過這些電子監察系統 假設你出街的時候 就是一個購罰款的情況 自然是購買 這些系統其實慢慢都相信 會推到其他省市、城市去做 智能交通其實慢慢都會做這方面的嚴謀 甚至我覺得接下來 都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增長量點 特別看到今年上半年來講 從重慶方面 其實是簽署了一個協議 或者合約 就是接下來 為重慶市一個叫 軌道交通六號線裏面 的一個二期工程 提供解決方案 這些來說 預期到接下來 一三年、下半年 或者一四年開始 會有錢回來 我覺得這些增長點 在現有業務上看 都有一個不錯的看法出現 好 剛剛說完 就是現有的三大業務 但是接下來來說 公司又會由三大業務變成六大業務 回應之下多了三角 再跟大家講講 先講正智慧城市 其實智慧城市 上次和你推介這個股份的時候 經驗提及多了 講到整個產業鏈 價值整個人民幣二萬億元 講到數字很大 但其實這間公司 為什麼還在講未來的業務 其實現在是營運了沒有呢 那麼收入來講 應該怎麼看呢 其實業務已經營運了 不過就營運了兩年 但是營運還未有 因為像阿嬤這樣說 軟件很大 但始終做下去比較難 因為很多城市 要開發做自衛城市的時候 是安好多的科技系統下去 但是似乎錢方面看 特別以公司角度層面上看 其實未必相信 即是都怕給了系統你 但收不到錢 所以很多的省 雖然想推這件事 但都停下來 但我覺得這個 其實利益很快就改變了 因為始終今年回來 我看到住建部方面 和國安行其實都簽了一些協議 就是利益提供800億的一個 投資額道下去 即簡單來說 以國安行做一個擔保 就是在省市和智能交通中間做過橋樑 即是變相 可能國安行審查某些城市 覺得是很可行的 就批些錢給他 變相拿了錢之後 就可以和智能交通買回相關系統 如果以智能交通角度上看 其實風險是比較少的 或者都可以叫推人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兩點 而如果以簡單來說 雖然現在沒有談到整個情況 但其實慢慢 都很有信心 其實今年下半年來計 都會有個省市有機會落實 所以變相這些來說 隨著今年下半年 或者是夏年回來來說 都應該有個錢 應該慢慢會帶不到回來 是的 另一個未來的業務 我們要和你聊一聊 就是航空方面的交通業務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都是說中華智能交通 都是說陸地上的交通 這個業務是涉及空中的 其實可否說多一點 來聽聽 其實這個比較沾身 這刻公司未展示公佈出來 為何會有這方面的業務 其實個案大家都知道 除了陸地之外 航空業來講 國內的即身問題非常嚴重 很多時可能很多的航班升降 到延遲之外 更加有很多延誤的出現 為何有這樣的問題出現了 除了你航空方面人多 自然人多 所以室的問題一定多 而來的其實幾關分 就是航空業的規管 對於航空空間上看 大概七成樓上是均用的空域 可能很多的空域 民用是不能用的 大概兩三成 可以比平時的民航多用 所以形成空間這麼少 即身問題就更加來得明顯 所以造就了很多航空的交通問題 但是自然交通隨著這方面 其實慢慢有一個試驗的情況出現 就是現在這一刻其實正在做的 每年來講都投放三千萬 在機場裏面和民航局合作 在機場裏面 按照機場營運的監測系統 管理系統 目的可能是偏排航班的升降 優化些 或者人流分配優化些 目的的 儘量想減低航空交通真實的問題 這些雖然現在正在投放 或者未有盈利回來 但是我覺得如果隨著 自然交通行升一步做了這方面的時候 假設是試驗成功的 或者覺得好的 很多機場去做 或者去簽的時候 我相信都會選擇 給自然交通做 所以這些情況 我覺得接下來都是一個亮點 而第二點就是地鐵方面 其實都特別拉一拉 其實以傳統來計 自然交通以往做的 只有國內方面的情況 或者國內方面的地鐵 但是到今年來計 其實已經簽了香港方面的地鐵 就是港深港鐵路方面 深圳只要簽收了路段 雖然那個涉及的距離不大 但是額頭上都不少 涉及2.3億 其實公司 我們想說明 接下來慢慢 都會在不同的鐵路 或者不同地域上的一個業務 都會想做回 我覺得這些如果慢慢擴展出去的時候 其實對於公司的增長來看 會比較樂觀 說完幾個利好因素 都要跟著一些風險因素 其中一個就是股值的問題 還記得你上一次推介的時候 股值是由於吸引 成為你的利好的因素 今天來到這裡 變成風險因素 如何刷解 始終也是 上次推價比較低 自然吸引 但到今天 價格升上來之後 自然稍微貴一些 以現階段的PE來說 大概 即昨天收成的21倍 和過往上市之後的歷史PE 大約15倍左右 甚至今年預測PE 都以為之高 雖然短期內 未必即時有個爆發的可能性 可能都稍微有一點整固 才有個多少的一個上升空間 而第二點來說 那個的風險因素 就是 升幅過大 其實都幾關於PE市 因為今年回來來說 年初大概一個多錢 到現在兩個多 其實年初到現在 升了差不多四成二 但以同期的大市 或者其他部分來看 其實要走升了一步 同期行之而計 以昨天來說 其實是倒跌了一百分之 即是走升了一步 如果往後大家要選追落後股份 或者選其他股份去買 未必可以選到它 所以如果以這兩個風險來說 角度上看 都是覺得短期未必有即時的 太大爆發的可能性 好 最後和大家跟進去買 投資的建議 看到現價來說 中國智能交通 做2.07元 跌超過1% 根據你的建議 去推介的時候 整個建議是怎樣 剛才說到 始終股值比較貴 或者升幅比較過大 所以我也是先部署中場線 價位來說 輕輕低一點 2.05元 買到 中場市角度 2.5元 目標價 簡單一點 過百來講 之前的平投位 做一個指示位 穿回的才考慮指示 你的離場 謝謝Wafi 為我們推介 這隻中場線的 投資部署股份 先幫你申報 自己有沒有持有 1900這隻股份 也沒有 謝謝Wafi 先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休息 接著就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稍後談